接着带您关心193县道瑞穗乡锦铃秀姑链西泛州中心的瑞良路段 两侧百公尺长的道路挡土墙 20年前乡公所是邀请了知名的漫画家来进行彩绘的创作 时至今日围墙的彩绘已经斑驳 全都消失殆尽 只剩下青苔资深并没闻 那么今天相待陈秀兰与瑞良村长及在地村民 进行了现场会刊 期盼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改善在线风华 临近秀姑链西泛州中心的193县瑞良段 左右两侧道路挡土墙面的彩绘作品斑驳 甚至常年被青苔赋深破坏殆尽 当地领长感叹说 不见色彩彩绘只剩下小黑纹跟垃圾了 二来这个围墙这个地方 之前有彩绘已经有一段时间绿了 弄下去也很多那个小黑五会这样 对对清代会有小黑五 而且这个地方很多就是一般的卡车 有时候中间在这边休息 垃圾就会往这边丢 由于这段不仅是连接玉里河东地区的路口 更是泛州客必经的路段 瑞良村长黄毅雄也感叹表示 20年前时任乡长来一家邀请国内知名漫画家 敖又翔来进行彩绘创作 而时至今日村长则是争取期盼能重新美化改善 当时争取彩绘道路两侧党土墙的村长黄毅雄 期盼能够在线风华 相名代表陈秀兰也相当关注 共同向现役员林玉芬澄清反应 并且在今天冒着台风大雨现场会刊 提出改善的诉求 清粉刷过 然后将青苔清洗过 然后再请指示一些知名的会彩绘 然后可以透过用原知名方式的那个彩绘的图案 然后来做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道路 因为附近的居民 晚上从这里走 忙碍的 然后就黑蒙蒙 希望是说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街道 行走上的一个安全 接获地方的陈情反应 现役员林玉芬也即刻提报改善 并且在今天邀及县政府相关单位 在地方村林长以及民众的陪同下到场会刊 也十分支持认同地方的诉求 也将协助县政府向观光局东莞处来争取研议 共同为营造地方道路的议文文创景观来努力 记得是玉兰对策采访报道 提供结 onset Nove 我 我 你 ,我